之前在社交平台有外賣員出帖 說去了一個神奇的屋邨 明明在 A 座入 但怎知走走走走又去了 B 座 走走走走又去了另一層樓 找的都找不到送餐的單位 留言那裡還有很多人都說試過一樣的經歷 難道他們都去了結界? 其實這條神奇屋邨在柴灣興華爾邨 七十年代落成 是由前駛智事務處策劃興建的第七營駛智大廈 全香港只有這裏 全條村一共有七座 因為衣生而建 特色就是其中五座連在一起 只要入了其中一座 就可以互通去到其餘四座的不同層數 外賣員David 都送過外賣來這條村不少次 幾乎每次都考起它 戶數太多 動數又不是少 而且它黏在一起 難聽些刺迷工 而且它一梯可能七八十伙 難找少少 這層又是八樓 等於那層六樓 然後又去到另一棟二樓 真的很麻煩 那些樓梯都是麻煩的 又是落錯樓梯 又是挖頭路 又要上樓梯才能走 幾棟都是這樣 試過兜了三個字 我再打給客人 才找到哪個單位 我們叫他們走回一條最難找的路 但走了很久都找不回 這裏真是挖頭 原來是那邊 好像我進入了這麼大廈 這裏真是挖頭 先挖頭 穿的都穿得和興 然後選上六七層樓梯 才知道原來 原來只有兩三層可以通 來和興 見到無緣無故去了逃生門戟 但是又出不去 然後客人都會打給我 你在哪 見到GPS轉來轉去 興華二村的居民 主要靠兩座大電梯上平台 穿過空中走廊 再回去商應的樓宇 原來電梯還可以去到天台 送外賣來這條村 還要懂得計算 這裡每棟大廈都分三個層數 地下十六樓或者天台 看看天台是二十一樓 因為天台和十六樓也是差五層 到時真的要計算 你可能十八樓的 你就兩層都可以 但如果十七樓的 可能上十六樓 就比上天台快 再慢慢走回來了 到底為何要把幾座樓 連起來設計呢 我們就邀請了房屋處前建築師 為翠子博士和我們走一圈 其實我估計 當時你看到這些是 我們叫做slap block 即是一條長板 在力的方面 你想想一條那麼長 它又起到十多層樓高 所以變成不是那麼穩陣 最好是有東西能夠頂住 所以譬如有幾座樓 你便可以互相在力殼上好一點 而且因為這裡有一個山勢 前面那層樓可能是七樓 但後面那層樓可能是一樓 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共用升降機 有一座能夠升降機 然後又可以走到另一座 你便可以在資源上省下一點 如果在好方面來說 它跌通了 那些人的倫理關係又會好一點 所以變成這個 其實就像一個遊樂場 如果下雨來說 你可以想到這些是有蓋的 你可以由下面巴士站 搭升降機上來 就可以走通一層層 其實這也是一個好處 這幾座樓還有另一個特色 有幾座是每三層才有一個電梯口 所以很多居民出入都要上樓梯 公屋開始有電梯 其實是六十年代中才開始有電梯 所以其實電梯也是一個比較貴 雖然電梯大堂也是一樣 但因為你起電梯 其實你還要有電梯門 又要開個洞 其實你這裏有對門 其實都是淺來電梯板 其實那個期間大部份都是這樣 而這條居民幾乎必經的空中走廊 全香港現在只有興華爾村 和葵城西村還有 其他都差了 好像這裏有山 你就要考慮到山勢 你怎樣可以適應到斜道 它是有一個好像一個村的入口 它就可以搭升降機上來 然後去到公用的走廊 然後就可以四通八達去到每一座樓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設計 每座樓都有這麼多的出入口 設計時有沒有考慮過保安問題 其實以前來說 在這方面的確是沒有那麼注重的 特別是洗治區那些 這個不是最大的考慮 到80年代以後 才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香港有二百多條公共屋邨 除了現在最常見的和諧式設計之外 其實舊的屋邨很多設計都很有特色 在興華村旁邊 八二連落城的興文村 就是錯層式十字形公屋 即是三層共用一個電梯大堂 因為早期 其實那時升降機真的不太普遍 另外一個設計理念 就是覺得 你這樣經過幾層樓 人們都可以聚在那裡等升降機 平時又可以聊天 增強倫理關係 其實都是有那樣東西 你自己搬不搬這個設計 我經常覺得 你看歷史是要看當時事 這樣來批評才行 如果我們今時今日當然不行 舊些的就有第四營大廈 石梨村十座十一座 在香港僅存還有人住的洗治大廈 而2011年入伙的葵聯村 還每幾層設有空中花園 可以比美施樓 這麼多不同類型的公屋設計 魏博士最喜歡的始終都是華富村 欣賞華富村 因為華富村 其實在公屋設計裡 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 特色就是一個小市鎮的形式來設計 也是利用了一個山勢 它在低層近海的時候 它就用了一個長條形的設計 現在你不會蓋的 因為現在我們是一個塔這樣蓋 就不會有一個外面的走廊 因為以前沒有冷氣 以前不關門 可以開門 裡面就變得空氣流通得很好 比如走廊 很多時候會用來浪衫 小孩子有踩爛車 或者是開張麻雀桌 這個是屋邨的特色 就是我們的集體回憶 其實就是永遠在時代改變的時候 你當然有取捨 現在就整潔了很多 但也可能沒有了那種 以前那種生氣 舊式公屋比較有特色 相比現在的新型公屋千篇一律 維博士又會不會覺得新得如舊呢 又不可以這樣說 我真的不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每一個時代的設計 其實是融合了當時的需要 公共房屋方面 你不可能像私房 你搞很多花款 來吸客 這一定是最基本的 是要適合一些人用的 不同時間就有不同的設計 所以不可以說 這個時代的設計 比當時的設計好 所以我們要看回 以當時的年代 看回那件事才是準確 報真相 港人話 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 強勢登場 好 打破 至於 hoof